传说中的黄大仙性情凶猛的黄鼠狼到底是怎么猎捕的 今天带你看一下黄鼠狼的狩猎瞬间 这只黄鼠狼正在跟踪猎物 它已经嗅到了猎物的味道 就是这只正在进食的老鼠 黄鼠狼一定不会错过最爱的老鼠 悄悄靠近后 老鼠已经被叼在嘴里 名副其实的捕鼠专家 这只黄鼠狼选了一只更大的老鼠 老鼠的体型比黄鼠狼还要大 老鼠也不会轻易放弃抵抗 用自己胖胖的身体不断挣扎反抗 但这有什么用 黄鼠狼可是老鼠的天敌 兔子也是黄鼠狼菜单上的常客 这只比黄鼠狼大一倍的兔子已经逃无可逃 很快兔子就会被杀死吃掉 兔子只能等死 这只兔子就很幸运 就在它感到绝望之时 黄鼠狼突然被拍摄得人吓跑 这只在水里的海鸥正在遭受黄鼠狼的攻击 黄鼠狼会游泳 爬到了海鸥后背试图咬死它 海鸥摆脱了黄鼠狼 但是不能再飞翔 黄鼠狼再次攻击海鸥 被海鸥咬住 摁在水里海鸥要报仇 试图淹死它 最终黄鼠狼避免自己成为海鸥的猎物 只好放弃逃离 从小到大就听老人说 黄鼠狼爱偷鸡 鸡没了 肯定就是黄鼠狼干的好事 这只黄鼠狼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围着这群鸡跑酷画起了圈圈 这是要画地为老 半夜三更的鸡都已经睡觉了 黄鼠狼终于开始行动 只见它偷偷摸摸地爬上栅栏 这只黑鸡被赶了下去 然后黄鼠狼开始了偷鸡 鸡逃跑失败 这些战斗鸡都在袖手旁观 这只小小的白鸥正在后院追逐一只大兔子 兔子不仅跑得太快 还在不断地变换方向 尽管白鸥穷追不舍 但觉得它是吃不到兔子肉了 这只黄鼠狼接连两个飞跃 这只兔子无路可逃 只能任由猎人的摆布 猎人正在努力地将肥大的野兔 拖回自己的洞中 今天可以慢慢享用饱餐一顿 这只野兔今天死期将至 它没能逃过猎人的追捕 很快就要见到阎王 猎人再三确认猎物是不是已经咽气 这只雕一路狂奔目标明确的它 盯上了这只大野兔 虽然猎人和猎物体型悬殊巨大 雕形心满满紧追不舍 黄天不负有心雕 终于猎人追上了猎物 体型再大有什么用 被雕逮住近代死神来临 这只白雕决定去抓这只肥大的老鼠 老鼠反应迅速 与白雕大战了几个回合 最终被白雕锁猴 就在白雕将它带走的时候 老鼠再次挣脱 老鼠只能拼尽全力最后一搏 但老鼠已经受伤严重 再反抗也无济于事 水雕发现了一只老鼠 跟踪上岸 开始了猎杀 这只老鼠别看个头不大 战斗力还挺强 竟能与体型大的水雕 硬钢了几个回合 最后肯定是水雕的下韭菜 这只水雕正在捕食 比自己还大的鱼 就是喜欢挑战 太小的猎物 显示不出水雕的实力 设置水雕正在猎捕蛇 则有点难搞 但水雕有这个耐心 一定会吃到 这只鸭子正在被水雕攻击 鸭子看起来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被水雕咬着脖子拖出了水面 鸭子被树枝卡住 水雕能将鸭子带走吗 反应迅速 头顶的水雕被天鹅摆脱 原来水雕是紧紧的 抱着天鹅的头 水雕再次攻击天鹅 咬住了天鹅的头 还紧紧的抱着天鹅的脖子 天鹅不停的拍打翅膀 在水中转圈 终于摆脱了水雕 但天鹅的头顶受伤严重 海边露营的人 发现了这只雕 寻找猎物时 发现了这只野兔 这俩货的速度都相当可以 最终吃素的美跑鸭吃肉的 直接开始干饭 又是一场速度的生死较量 在雪地里跑得再快的兔子 也没能逃脱猎人的追捕 一个冲刺猛突雪白的兔子 就这样倒下了 这只松鼠在树上相当的灵活 想要抓住它 不仅要有耐力 还要有相当的耐心 猎人这次会空手而归吗 这只黄鼠狼嗅到了猎物的味道 肠而灵活的身体 使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追捕猎物 这只老鼠几次逃生之后 现在终于可以休息 黄鼠狼强大的下巴 将锋利的拳驰 刺穿猎物的头骨 接着将猎物带回自己的洞穴 先吃上几口 补充一下体力 黄鼠狼接着继续猎捕 猎物一只只地被带回 直到被人发现时 已经发现了50多具动物的尸体 黄鼠狼不仅是一个杀手 还喜欢囤积食物 确保自己不会饿肚子 以上这些黄鼠狼的猎物瞬间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